就是要會先來看一下 先資料正規化自動化 那我這邊其實就demo給各位看按鈕啦 其實一個按鈕就清楚 那一個按鈕的話就是把快速的把資料全部都幫我把它 產生出來 那原來原始資料裡面全部都編號 我要全部把它查完 查完變成裡面要變成是名稱 不過 我們是把它分兩個工作表 一個工作表是 都是編號 因為一般存在資料庫裡面大部分也都是直接存編號 或者是說你從那個網路上做完問卷 回來的東西也會是編號 那通常我們會希望快速的把什麼 把那個編號 變成實際上的名稱 那這個過程 我們主要是用了 第一階段也許就是用了VILO函數 再加上那個INDREX函數 VILO函數是查詢 那INDREX函數呢 是幫我把那個範圍 抓過來 INDREX函數 實際上你給他一個名稱 那他名稱的話呢 在這邊如果你給他Table array給名稱 他抓不到那個範圍 那你必須怎麼樣 用INDREX函數 才有辦法把那個 範圍給抓過來 你才有辦法查到那個名稱 那有辦法查到這個名稱的話 你才有辦法達到那個 一鍵 一個儲存個公式 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 幫你查完 OK 這邊還不是寫程式喔 那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向右向下 全部的東西都做完了 那因為這個在 基礎班有講到 不過我等一下會複習一下 當然可能會快一點的複習啦 因為基礎班可能 講的會稍微 比較慢一點點 但是這個地方可能我會 稍微帶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可是如果每一次我可能都會有問卷 那每一次來的資料呢 假設變更的話 那我每一次起不是還要再做一次 還要再 下一次條件 跑一次 那很浪費時間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一樣錄製聚集 一樣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下一次又來更新的 好那我就又 按一下 又自動就幫我產生了 那有這個之後的話 我就可以才可以進入到第二階段 什麼呢 就是因為 這邊總共有B欄 到歐欄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我都希望統計 B欄到歐欄的那個百分比 比如說每個問題 因為問卷裡面 一定會有可能 兩個選項 三個四個五個選項 那他選的佔 比個是多少 OK 就像說那個什麼 上個禮拜 那個 候選人嘛 開票結果不是也要佔比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麼多候選人 你要用人工來處理 我看這個可能 處理到 可能 半夜都處理 很多天可能都處理不完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還是需要用到程式 如果用Excel的話 也是可以用類似的做法做 那要怎麼樣快速的產生 第二階段的話 我們 一樣用這個範例 那我這邊有一個結果檔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邊 我把這個看一下 那就是快速的 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的自動化 因為這邊 B欄 到歐欄 裡面選項非常多 那我想要統計什麼 比如說 這個問卷裡面 男生女生 佔的比例各是百分之多少 或者年齡 不同年齡層 各佔比多少 教育程度 每一個每一個 但如果以前要做的話 每一欄每一欄你都要做一遍 那不是就 土法鏈幹 如果你欄數越多 你做越久 而且每天都做的話 你不是每天每天加起來的時間 就會更多了 所以呢 如果 可以做出什麼 樞紐 自動化 樞紐分析表自動化 那你按下這個按鍵的話 他就自動幫你把每一欄畫完 有沒有 他就自動跑 有沒有 OK 切回來了 你看這邊就有一堆了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一時類推 那當然最後的話 你可以 如果又更新資料 你可以刪除工作表 把舊的刪掉 甚至 不是只有樞紐分析表 連圖都會畫 就是你樞紐分析表做完 旁邊加個圖 試一下 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表加圖自動化 畫完 旁邊順便加一個 這個什麼 圓餅圖 這樣 百分比 那你可以切過來 性別 有沒有 這邊百分比 這邊圓餅圖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馬上就有這東西了 那未來當然 你還可以延伸 每一個工作表都可以直接 分割開來 寄給需要的人 比如說候選人 假設他的email現象 那 中選會不是可以自己自動化 自動就把結果寄給 需要收到的比較好 你這個尤其是 你每天都要出一個事情 那更是 更是受用 你每天就是只要把這個 更新一下 按一下 大家都收到了 對不對 那本來如果你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很多力氣的 現在真的啦 可以少花很多時間 你會多出很多時間 出來 OK 那你可以做 你可以去做更多 更有意義的時間 哪怕是去 泡杯 泡杯咖啡 下午茶休息一下 思索一下 這也是好 或者甚至之前有同學是學會之後 他就可以開始再多寫一點程式 讓那個他的系統 更加的完備 哇 簡直是已經是 到了某一個地步了啦 所以這個系統要做完之後 可能公司很多事情 都會變得非常自動化 而且老闆應該非常倚重他了 因為 除了他應該沒有辦法 有人這麼快 可以把這麼多東西 快速的 把它產生 OK 所以他在公司的地位 相對的也會 無可取代 因為老闆想說 如果那個人離開的話 有沒有一個人可以取代他 想一想好像沒有 所以沒有的話 他就變相形 是比較重要的 好 那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主要 是針對那個 問卷調查這邊 做了兩個 自動化 好部分 一個是 樞紐分析的前置作業 產生資料 第二個是樞紐分析表 自動繪製 然後繪製裡面還有發法圖 那首先